11月28日 张家妮老公被曝出鬼后 有网友拔出 该女生一次北京电影学院 一脚店学生绍琴 随后有人指出 绍琴家庭条件似乎不太好 一条项链反复带 卖超市富二代 这也有可能是他进入别人婚姻的原因 随后有人爆料 绍琴其实是有男朋友的 两人在一起很久了 并没有与对方分手 没想到却出鬼了买超 该网友称 朋友以为自己找了一个娇小可爱的对象 没想到贝利了自己还满在鼓里 绍琴男友也被人爆了出来 疑似弹东唐琴 对方是开好车的 并且为绍琴准备了深夜惊喜 可见唐琴的家底并不差 紧接着有网友爆料 绍琴其实是一个贯三 该消息一出再次引发热议 该网友透露 绍琴疑似与自己的男朋友有染 当时绍琴的快递机到了我家里 刚好被我发现了 对方说出了快递的名字 上面写着刚好是绍琴 不过男朋友却不承认 爆料人称 女网友认为 绍琴肯定是知道我的存在 但据执意要和我男朋友在一起 明显就是知三当三 类子你怎么看呢